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间学龄人口推算显示 六岁学龄人口由今年的四万九千六百人 跌至二零二九年的三万一千五百人 六年间大减一万八千一百人 跌幅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五 学龄人口不断递减 多间学校因为收生不足 面临缩班、杀校 甚至连一些传统学校也都不能幸免 宿班杀校所带来的问题 并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 不少人担心这一连串的问题 会影响整体的教学质素 除了教育局为学校提供的一系列支援措施 有部分学校为了可以继续留下 帮学校则计了很多新运的改变 杀校是不是唯一的出路? 这是结构性不是过渡性 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 如何才是对学生最好的教学质素 每一间学校的规模 如何才能令学生有一个 包括在群育发展 和学科的选择 老师的团队的完整和规模 这些都是办学质素很重要的考虑 所以小学那里我们是用各种方法 去让我们的人口下降 这种结构性的人口下降 对学界的冲击是减少到最少 按照现行开办小一班级的准则 如果公营学校在小一派位下 获派的学生总人数达到16人或以上 就可获资助开办小一班级 当某公营小学在小一派位下 获派的学生总人数少于16人 而同一学校网内 其他参加小一派位的学校 仍然有学位余额 除非有特殊考虑因素 否则该校原则上 并不会获资助开办小一班级 但若果该学校网 未能提供足够的学额以应付需求 则某校获派的学生虽然少于16人 教育局仍然会考虑资助该校开办小一班 打鼓岭领英公立学校 在1958年建校 整个校园都是被森林环抱住 和自然融为一体 加上学校注重多元化活动教学 所以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不过领英公立学校当年曾经面临失效危机 其实在十几年前我们收生是严重不足的 第一轮都是收到11个学生 理论上教育局都可以开灵班 但基于打鼓岭区只有一间学校 所以我们就幸免了不会说收零班 但后来我们就透过努力 或者不断去改善我们的课程 收生的人数是慢慢增加 到了现在是有17班 各位老师早上 领英公立学校曾经经历北区杀校潮 虽然现在暂时没有杀校的危机 但是诸校长自任职而来 一直都努力改善学校教学质素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的报道 我们学校有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正向教育 我们会培训全校的老师 读一些正向心理学的课程 和专业资格的证书 这个我们看到成效也很好 令到家长对我们也很有信心 第二方面就是森林学校 我们利用周边森林的环境 将一些大自然 或者植物动物的元素 融入课程当中 学校善用自然优势 在校内截有生态学 生化净水系统 和蝴蝶圆等等 教导学生生物多样性 和各种森林课程 课外活动也设有 有个博物调查队 安排学生上山安装摄录机 拍摄野生动物活动 并教导学生野外求生技能等等 令到学生学习, 外护大自然 如果我们可以让小朋友 在这个小学的阶段里面 可以接触多些大自然 亲近多些自然的东西 其实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上来, 讲虫子, 讲虫子 先讲虫子, 讲虫子 要不要看到 很小的 在大自然里面读书是很轻松的 好像经常回到郊外那样 他们觉得很开心 这儿是很多冻植物 有龟, 有小猫 还有很多植物 都是很开心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幽隐静水屋 学生对这些课程很有兴趣 他们自然就会更加加努力 整个课程其实贯穿六年 里面的活动也是很丰富 所以也会吸引到一些家族报名 我想问局方 疫情和移民潮导致 小学学龄人口急跌 在现行的措施如果不再变的话 显然是会造成大规模的缩班杀效 朱国强校长 同时也是立法会教育界议员 拥有超过二十年教学经验的朱校长 对于现时教育界面临沙校潮 深深明白沙校对于教育界来说 影响非常深远 其实停班一间学校 对于学校的打击是相当之大的 老师其实首先就可能要面对失业的问题 另外家长也会很担心 因为自己的小学生可能读到二三年班 你就要去一间新的学校那里适应 如果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学生的话 他们的适应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看到通常开零班的学校 都是一些关外型的学校 甚至是照顾弱势社群的学校 这些学校如果一旦被杀 其实那些学生的去向 都是… 家长会比较担心多些 随着学龄人口不足 对于很多学校来说 现时要收生达到十六人 并非疑事 如果真是不幸收生不足十六人 教育局有什么支援措施给学校 教育局每年会向全港资助小学 发出九月新学年的开班信 学校若未能获批开办资助小一班级 教育局将会提供四个方案和支援措施 包括学校可以考虑和其他学校合拼 教育局会提高额外一百万的津贴 和延长超额教师保留期的安排 学校也可以考虑申请特别试学 教育局会重新检视学校的整体表现 如果试学结果显示 学校整体表现达至良好或以上的水平 就可以在下年度再次参加小一派位 以私营方式开办小一班级 以及提前停止刑办全校或部分级别 教育局会就安排学生转到其他公营学校示意 提供可行和适切的支援 孔教学院大城小学是在2023-2024学年 其中一间收到开班信是零班的学校 根据教育局回复 早前收到孔教学院大城小学的办学团体通知 有意在2025-26学年完结后停止刑办 我们节目在刚刚四五月曾经访问这间小学 了解他们当时的情况 孔教学院大城小学在1931年成立 学校除了安排学生 学习教育局颁布的课程外 也设立瑜伽德育课 教导学生认识孔孟思想 当时在2023年3月底收到封开班信 是零班是很惊讶的 其实当时教育局也有不同的选择 但是真的可以让我们选择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试学 另一个就是试加班 最初我们也打算试试学 不过想一下 难度也挺高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试加班 试加班的意思就是 一年级的所有的洗费 全部由办学团体自资 第一次收到零班信 对于一间成立了超过90年的学校来说 实在是非常震惊的消息 为了可以继续迎办小一 学校必定要想一些新方法 去吸引家长报读 因为试加班之后的转变 我们有一件事做了 就是低年级上午上课 下午是体育活动 让孩子真的选择一种 他喜欢的体育活动 然后就在那里去设计 各位先生, 这是Caston Leco's meeting 我们将在Lansu 接下来的系统 谢谢 除了给低年级学生 挑选自己喜欢的体育课之外 大城小学也为全校学生 提供了很多不同种类的 体验式课外活动 令学生在学习之余 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现在新的这种模式 就是上午学习 然后下午有课外活动 再加上托管或者半流宿状态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减少了很多模擦 这种模式是令到小朋友 回到家的时间就是亲自的时间 不是在家和他再博煞 又要做功课, 温书 又要搞一大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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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也会有很多服务活动 好像晚餐节派对 或者一些圣诞节 所以我们家长每次来都会和校长 主任、老师接触 我觉得这个是提升我们家长沟通方面 对于家长来说 最想听到的就是小朋友和他们说 很喜欢上学 为了帮助小一学生 尽快适应新环境 大城小学为小一、小二学生 设计了很特别的课室 和教学课程 我教这些词语 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找答案 自己去讨论 他们就会自己爬上架去找 一方面更加有趣味 另外就让他们自己去找 不是我说的答案给他们听 因为透过他们自己动手做 感觉是深刻很多 其实我觉得一连班 他刚刚若有转离 尤其是疫情之后来 其实是很难适应的 所以我们想有一个课室 他真的可以在里面移动 他在里面开心 其实我们想给我们小朋友 一些感觉 很棒 在2023、2024学年收到 凌班信的孔教学院大城小学 为了可以继续认办小一 就将这一年的小一 转为私家班 原判属行校长认为有危就有机 学校可以直转这个机会 改变一下以往传统的教学方式 甚至尝试一些大的转变 我们是孔教学院 孔教学院一定要教瑜伽的文化 我自己看国民教育 或者是中国传统的思想 其实不是硬推的 不是说大家坐着听 究竟国家是怎样 或者什麽是怎样 大家要孝顺 不是这样的 是真的要让他们感受 我们我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班 让小朋友感受 原来我们这麽多年前 已经有这些东西了 原来我们织毛笔 原来可以写到这麽漂亮的字 那这些都是我们想 我们的小朋友学到的 孔教学院在6月15日 向媒体发放孔教学院大城小学 将会停办的讯息 我们就这次事件向教育局查询 教育局回复 他们早前收到孔教学院大城小学 的办学团体通知 有意在2025、26年元结后 停止刑办 办学团体曾经表示 考虑停办后 转刑办施立学校 但就未有确实时间表 教育局将会根据教育条例 第279章第41条 委任校董加入学校的法团校董会 以协助法团校董会 履行其职责 確保该校以适当方式 促进学生的教育 以及管理令人满意 学校未来的发展 有待进一步的消息 根据教育局最新推算 王大先驱的六岁学龄人口 由2024年约有2200人 推算2029年下跌至约1900人 不过有另一区情况 比王大先驱更严重 就是东区 由2024年约有2800人 推算2029年下跌至约1300人 跌幅超过一半 有办学团体为了更加善用 和调配资源 计划将东区核下两间学校合拼 办学团体计划将 中原慈善基金学校部分学生 在未来两个学年 转到韦里夫人纪念学校 继续升学 我们学校决定了合拼的时候 其实家长都觉得可惜 无论是学生、家长、老师 甚至乎我们一众的学校持份者 其实都仍然很爱 和喜欢我们的学校 幸好我们在工区来说 旧世军有两间小学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 我们现在将我们的资源去整合 希望带到一个新的景象 给家长和学生 其实在合拼上的安排 我们最主要在小学来说 分了两个学习阶段 一个是高小的学习阶段 一个是低小的学习阶段 如果是高小的同学习 我们将会留在中原小学 继续读和毕业 而低小的同学习 我们在未来两年 就会安排他们 每逢升读四年级的时候 就会转到韦里那边去入学就读 因为在低小和高小阶段 作一个分量 在课程上的安排和整合 都会比较容易一些 为了可以令到中原慈善基金 学校的同学 可以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卫里夫人纪念学校 举办了很多活动 让两间学校的学生和家长 一起参与 程志长校长 希望给两间学校的学生 多些亲身体验和活动教学 从而令他们更加热爱校园生活 在学生的生活适应 其实我们有一个重点 就是中原的学生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独立为一班 以至于他们会能够容易一些 感觉又强烈一些 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助 一些小朋友多一些 因为都知道 去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其实可能有很多东西 都没有那么熟悉 其实我们都已经计划了 很多不同的计划给他们 比如有大哥哥大姐姐的计划 有一些的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去带着他们 原来校园是怎样的 我们活动的情况是怎样的 就让小朋友 可以从这些活动里面 慢慢熟悉他们新的朋友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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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早上 好漂亮 没有理由, 这样也认得 这是那些叫做什么歌的人 做什么? 好漂亮 好漂亮 刚刚在去年九月上任的程校长 積極推行以体验教学为主的教学理念 希望透过不同种类的体验活动 啟发学生培养学习的兴趣 发掘自己的潜流 2 3 1 怎么办 太美了 我们曾经试过 做一个大型的环保 做家列华活动 当日不止有一只很大的不极熊 还有一只可以动得的 可以和小朋友互动的不极熊 让小朋友感受 原来我们要做多些环保的工作 从这些沉浸式的体验活动里面 能够令小朋友 更加投入在学习的生活里面 除了同学和老师要适应新环境 其实家长都会有很多忧虑 很担心小朋友 能否融入到新的校园生活 和新同学能否夹得来 功课追不追得上等等 这一连串的问题 家长都会有很多疑虑 我们这一年里面 都有安排中原的同学过来 做一些学习适应 其实有一次上学时间 就安排了一些家长一起来 同学会有些学习活动 家长就游览校园和一些讲座 当日有些家长也很好 他们也问一下我们 基本上流程和中原有什么地方不同 让家长可以看一看 我们同学生活的模式 气氛习惯 让他们有多些心理准备 那我们去到第三讨论事项 那我们就是说宿班杀校这个议题 那老师都有它是专业的地方 而家国也都善用这个人才 让他们在其他岗位上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都是可以值得去考虑 宿班杀校问题 不单止学校、家长、学生 甚至老师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 就着这个问题 都受到不少教育界人士的求助 工会会适时向教育局反映 希望为业界提供最适次的协助 教育局是安排一些合拼小一的学校 他们可以获得一百万一次性的颜外津贴 那些学校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出现了这个超颜老师 可以获准保留教师的人手 是三年 有关这个津贴 其实对一些办学团体 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他们是有相同的办学团体理念 他们校董会的组成都相似 而且那些办学团体 他们有教育部 他们可以协调两间学校的过渡 行政上面是较容易合拼的 始终都是给了一个缓冲期 令到老师和学生 都可以有一个过渡期 可以去适应 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化 以至学龄人口下跌 种种问题 导致很多学校面临缩班停办 教育局因应这个问题 提供了不同层面上的支援措施 为了可以继续营办 很多学校都积极寻找其他出路 例如改变课程内容 办学方法 推行体验式教学等等 即使学龄人口未必能够短期内提升 但学校的努力必定能够维持高质的教学质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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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